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我想感谢的是在中国一所受到的教育 以及在中国一所享受的资源 以及在中国一所遇到的老师们 没有因为我的成绩差就放弃我 反而是一直鼓励我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或许自己的目标还不够确定 但是你要好好完成眼前的事情 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而在此即将毕业的时刻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一件还没完成但却至关重要的事 请各位问自己 你有找到自己想完成的事了吗 我曾焦虑过 也曾害怕过 想象自己在毕业后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在求学阶段大家都是胜者 然而人生却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并不能冲能不破的做出最理想的选择 因为人生就是一篇说短不短 说长不长的小说 只有你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故事 或许你无法去控制故事的发展 但你仍然可以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情节 我不会告诉大家不要逃避 不要放弃 因为那有时候真的很有用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拒绝去尝试 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因为失败而感到遗憾 相反的 那些从未实际付诸行动的思想会一直困扰着我 而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生命中没有什么是比恶梦成真更有解脱感了 正是那些失败才能使我们成长得独一不二的自己 一旦接受了这些补兴 那些生命既定的失败将会使你成长茁壮 这一天是我们在中国医药大学最后的一天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这个不友善的社会 到处充斥着你 不要再做梦的人 每当现实逼迫你 要你低头的时候 想想现在的自己 这个还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 没有人可以局限你的可能性 最后愿各位同学们都能运用在中国医所学的价值观 知识以及态度 去迎接并击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 这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祝福各位同学 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 当一个勇敢做梦的人 完成自己的故事 未来能够在自己的所学领域发光发热 感叹着要毕业了 静下来才发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浮现的种种画面和身影 都藏着满满的回忆 不知不觉中 已经对这个校园充满感情了 这几年来 在这里遇到来自各地 拥有不同故事的人们 感谢这些珍贵的机遇 丰富了你过的大学生活 相互交织出属于我们的故事 谢谢学校 给我们苑育理想的天地 谢谢师长 联定我们专业知识的实力 谢谢社团 让我们得以挥洒青春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谢谢同学 相知相惜 很高兴我们是战友 也是伙伴 谢谢家长 支持与鼓励是永远的后盾 最后谢谢自己 肯定走过这满满长路的自己 我们要毕业了 在这疫情纷扰的时间里 我们是最强人 最坚强的毕业生 有人要继续深造 也有人要去职场了 无论哪一种身份 都是新的起点 也代表在大学辛苦的耕耘 所滋养的肥料 所有的一切一切 都解释成熟了 对于毕业这件事情 好像是敏感的时间点 一个转换身份的分学令 难免慌张 难免焦虑 我们期望着照着梦想 进行每个完美的人生计划 却总是赶不上变化 而我们能做的 不是消极的等待 而是了解自己 确立好目标 储备好能量 然后一步一步 朝梦想迈进 会实现的 当你走好 时间就会为你走慢 接下来的路 难免会遇到挫折和悲伤 要相信自己 有能力克服它 因为我们总是比自己想象的更脆弱 但同时 我们也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带着在这里学习到的专业 在这里相遇的温情 保持初心 保持热情 回馈到社会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几个月来 我们看到医疗上的人才迫切需要 也更加明白我们所背负的责任 以及该去的地方 准备好要投入其中 延续每个生命的意义 无论今后的大家在哪里追梦 请记得身体健康才是最好的资产 世界很大 很广 期望在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彼此发光发热 请相信在此相聚的时候 我们都会成长成很好的样子 祝全体毕业生毕业快乐 看到那树光出现 温柔洒落在流传岸几遍 我站在草原 因为风水多年不曾想过尽能让我如此划险 好痛都还是昨天 这么突然的变就在我们眼前 遇情都会尽能让我如此划险和尽能让我如此划险 尽能最后一彩未见 不爱我用歌声 让往事先绝 永不忘却 想想天不深 海风之间 想想天不论彼此多远 让风吹越多遥远 为难见 要见最珍贵 让风吹越多迷之间 风吹越过世线 向上阳光天空天 希望人体闪耀坦荡 愿风 愿风早会蓝天 让我们再回到生间 让我们再向前 在那瞬间那灰灯天 那灰灯天 那灰灯天 就会是永远 永远不会消遣 为难见 永远不会消遣 再写 再相会 在那神仙的 为难见 永远不会消遣 永远不会消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